《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月19号 是《建民论推墙》的1891期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题内容比较多 一个是谈到韩正上位 临政出局 台湾不独 各省自立 我给今天的话题就起了这么一个题目 那么这个题目呢 包含的内容比较多 为什么说韩正上位临政出局呢? 台湾又不独立了 而各省又都要自立了 究竟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也就是一般来说 上一届退休的政治局常委呢 是不会进入下一届人大和政协的 那么刚刚公布的人大和政协的名单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退休常委进入人大的是韩正 而李克强啊 汪洋啊 栗战书啊 这个上一届退休的常委 都没有再进入人大 那么韩正进入人大 就很明确地表示了 韩正将会接任嘛 接任国家副主席 就是替代王岐山的职卧 习近平进入了人大 习近平因为他继续连任国家主席嘛 韩正出任国家副主席 这个职位 从这次人大公布的名单来看 基本上来讲是这么一个布局了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韩正来担任国家副主席呢? 习近平就那么信任韩正嘛 韩正在跟习近平过去的交往中 是不是习近平非常赏识韩正呢? 那么韩正这个人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个团派干部出身 这个人担任过共青团 团上海市委书记的 但是韩正他讲起来是团派出身 实际上他仍然算是上海帮 他是上海本邦城长的本地干部 也就是他长期在上海历任各个职务 从上海呢逐步提拔上来 他被提拔是朱镕基有一次到上海叫大中华橡胶厂视察时候 当时韩正很年轻 作为年轻的这个厂的副厂长兼厂里面的党委书记呢 受到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的赏识 那么朱镕基把他提拔上来以后 最终把他带到上海团市委担任 团市委书记 然后再出任什么卢安居区长呢 在地方上呢历任一些夏季职务 最终被提拔到上海市 他担任上海市市长十年 那么他担任上海市长的时候很年轻 他任上海市长的时候只有49岁 那么整整担任了十年 历任了三任上海市委书记 第一任是陈良宇 第二任就是习近平 第三任是余振生 那么陈良宇后来被胡温查处以后 韩正以上海市市长的这个职位呢 曾经代理过上海市委书记 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不是这一次就要转正了 因为那个时候韩正呢 出任上海市长已经有四五年了 转正升任上海市委书记也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没有给他转正 就是派习近平来接任上海市委书记了 这主要是江泽民和曾经红 他们的时候已经选拔习近平作为未来的储君 要给他什么 要给他有上海的一个职务锻炼 主要什么 主要是把上海帮跟习近平加强他自己的联系嘛 让习近平未来的在中央制政的这个队伍里面 有一部分上海帮的人员可以参与 也实际上这个时候呢 主要是江泽民和曾经红呢 在跟习近平彼此之间做的一种嘛 组织上的勾兑 也就是我们选拔你到中央担任总书记 但是你要带着我们上海帮混 所以说习近平出任上海市委书记短暂的过渡了七八个月 主要的目的就是江泽民他们这个安排 是为了习近平能够熟悉上海官员的队伍 因为他们都庆祝你习近平你没什么自己的队伍嘛 中共很多领导人在自己没有出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前是没有什么山头 没有什么帮派势力的 从江泽民开始嘛 江泽民邓小平他们选拔他时候也是认为他是工程师治国 他不过是在上海担任了市委书记 他如果选用的部下一定也是上海原来他熟悉的一些手下的工作人员 那么江泽民是这么去进入中央的 胡锦涛也是这么进入中央 胡锦涛没进入中央之前没有什么团派不团派 等他接任了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 他重用他过去共青团里面自己熟悉的干部把这些人选拔起来 最终大家感觉到大部分被胡锦涛重用的人曾经都有过团干的这个任职 所以就把他们统称为团派 实际上这些人过去跟胡锦涛的势力没有太多的联系 习近平也是这样啊 习近平没有进入中央之前 他在浙江工作他对所有的部署就是在浙江 他在福建工作他所有的这些拉帮结伙的人就在福建 他之所以被安排到上海担任几个月的市委书记 也是江泽民和曾经红希望把上海帮的一部分官员呢 跟习近平一个人之间建立工作上的交情私人上的感情 最终习近平在中共主政以后能够把上海的一部分官员带到北京去 也是这个考虑啊 所以说习近平来接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时候 韩正仍然是担任市长 他这个代书记带了这么几天就结束了 那么习近平到中央以后 是不是韩正就可以接任书记呢? 仍然没有 中央安排了余振生来担任上海市委书记 直到余振生到中央之后到十八大到中央以后 韩正才出任上海市委书记 十九大韩正呢到中央政治局担任了常委 那么就担任了一届常委 韩正就到年龄了就应该退下来了 那么韩正退出 只是退出政治局常委去接任国家副主席 之所以韩正接任这个职务 我个人认为是江泽民江征派系啊 跟习近平达成的一种政治交易 也就是习近平他想接任中共第三任领导人 是没那么容易的 习近平的2018修改宪法 企图谋认自己国家主席终身制 企图自己在二十大能够接任中共第三任领导人 他想获得连任不是那么简单的 在这个过程中 他最大的主力是来自于江征势力 以及胡锦涛的势力嘛 因为江征实际上是选拔习近平能够接班的最主要的政治力量 胡锦涛和温家宝是不反对江泽民和郑庆红的提议 同时他们对习近平这个人呢 也是大家彼此之间有政治交代 大家在各种政治交易谈好的情况下 所以习近平就顺利在十八大接了班 但是习近平你接班你只是两届啊 你到了两届以后应当是把你这个班交出来啊 习近平在接班之处他当然只准备就干两届的 问题是在习近平掌权以后 他就不满足于他自己的野心了 他早就野心膨胀了 他觉得我凭什么就做两届啊 我为什么不能三届四届 为什么不能终身制啊 那习近平要谋求自己的终身制 就一定要冲破中共元老给他设置的各种障碍 最主要是江征派系和胡锦涛的这个团派派系 对他形成的各种威胁 以及对他形成的各种抗衡的政治力量吧 那这个里面政治力量最主要的还是来自江征 因为胡温制政的时候 他这个里面所有的这些高级官员 很多人也来自于是江征的培养 所以江征当时是成为习近平要如果想第三次连任 会是最大的政治主力 因此我认为是江征跟习近平大成了什么 大成了政治交易 就说你习近平你可以第三次连任 但是你至少要做到极点 就是上海帮的重要的人员 你给我们安排几个重要的位置让他们留任 所以这也就解释了王滬林这个所谓三朝帝师 担任了一届政治局常委以后 在二十大继续常委留任 并且出任全国政协主席 这是王滬林的安排 韩正作为退休常委 本然到国家担任副主席 也实际上也是把另外一个 上海帮的重要成员做出来安排 那么这两个人继续在中共最高领导人职位上面 能够发挥政治影响力的话 那么江泽民和曾庆红基本上就满意了 所以你习近平呢你呢 连任就连任了 把我们这两个人安排好 因此王滬林和韩正两人的留任 实际上就是上海帮 就是以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 跟习近平达成的一种政治交易 至于团派呢团派呢习近平就完全把他推在一边了 因为习近平他跟胡锦涛 本身也应当是有政治交易的 只不过呢习近平历来就不把 胡锦涛和温家宝的这个力量呢 放在眼里面 他知道胡温的力量非常非常弱 尤其是胡锦涛 他是个彪彪正正的弱军嘛 所以习近平没有把胡锦涛的意见放在省位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看到在二十大主席台上面 习近平能公然的派人把胡锦涛架走 他就根本没考虑胡锦涛的脸面 胡锦涛之所以上一次那么生气 是因为他看到他自己亲自选定的 这个隔代接班的接班人胡春华 连政治局委员都没有啊 当胡春华这个连续几届政治局委员 到了这个二十大年政治局委员都没有进的时候 这个胡锦涛心里面就极端不平衡啊 而当年你选拔你的时候我们跟你是讲好的啊 是有政治交易的啊 所以胡锦涛心里面相当郁闷啊 邓小平当年选拔江泽民时候 是跟江泽民有政治交代的 就说你江泽民你要想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你的接班人我给你隔代指定好了就是胡锦涛 你必须要把胡锦涛作为你的政治接班人 给安排到党的这个接班人序列里面去 那么江泽民是按照邓小平的这个政治交代的造办了 所以胡锦涛认为江泽民能够遵守邓小平的政治交代 然后把这件事办了 你习近平应该是消归潮水 也就是你应当也按照邓小平当年对江泽民的交代 安排我胡锦涛接班 也应当按照我对你的交代 你安排胡宗华和孙政才接班嘛 结果习近平表面上肯定是答应的 当时如果习近平没跟胡锦涛有这样的表态的话 他是接不到板的 胡温当时能够同意江泽民和曾经红选拔习近平 那胡温是有重要拍板权的 如果胡锦涛温家宝坚决不愿意选用习近平 习近平是接不到这个班的 这也就是胡温再跟江曾一起搭成什么 搭成了他们的政治交易 习近平也绝对是同意按照你胡锦涛温家宝的安排 孙政才和胡仲华是作为下一代你隔代指定的接班人来培养的 这样习近平才接到了班 只不过习近平这个家伙他的流氓手段远远高于胡锦涛啊 胡锦涛哪有习近平那么厚黑啊 习近平接任了中共最高领导人以后 先让王岐山帮他打虎 铲除所有政治上的政治对手 把胡锦涛也好江泽民也好 他们前任留下来的所有对习近平不利的这些政治对手 一扫而空啊 郭博雄啊 徐才厚啊 周永康啊 另计划啊 全部把他们扫进秦城以后 习近平感觉到还有两个威胁 就是胡锦涛给他隔代指定的接班人了 因此把孙政才在十九大之前 就以野心家的这个名义把他送进了秦城 孙政才送走以后就成一个胡正华了 胡正华虽然没让他去秦城 但是肯定要边缘化的嘛 因此习近平根本就没考虑过胡锦涛给他的什么政治交代 他对胡正华就是一逼再逼 也就是不断的边缘化以后 不仅仅是让他这个国务院副总理 是管一个三农的副总理 没有任何权力 到了二十大年政治局委员都没有了 现在给他到政协里面去担任一个职务 能不能在政协出任副主席都不一定 即使是出任政协副主席也不过是一个闲职 就是准备养老了 而胡正华今年只有五十九岁啊 现在就养老了 习近平比他大十来岁啊 习近平要年任啊 还要终身制啊 这个就是政治 也就是习近平现在跟胡锦涛就失票了 无论你胡锦涛你想得通还是想不通 习近平就这么做了 那么胡锦涛想不通 温家宝呢就不敢想不通 因为温家宝不干净的太多了 他们温家不干净的被习近平掌握的把柄太多了 胡锦涛虽然他觉得我的家庭制造比你习近平干净啊 你习近平你两个姐姐两个姐夫 你弟弟薛月平 他们在外面每天贪壮妄罚做了多少恶事啊 我家庭比你要干净 我的女儿女婿早就退出商界 早就移民美国 完全是默默无闻的淡出局外 我的儿子从政一直是规规矩矩 这十来年天天为你抬着轿着 结果你习近平接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时候 胡凯峰是个正听级 十年下来你都二十大连任第三期了 他的儿子还是个正听级 所以胡锦涛万般想不通 他这个对习近平直接裸退完全有恩的先帝 他的儿女得不到习近平的栽培 连他自己当时跟习近平约定好的这个政治接盘人 就是政治交易习近平也失标了 也就是习近平你怎么能那么耍无赖呢? 这就是政治啊 这就是党国的政治啊 党国的政治就是这么黑暗的啊 习近平现在已经大权在握 他完全不理会你胡锦涛 因此胡温对习近平来讲是扫地出门的 所有的团派通通边缘化 包括李克强包括汪洋嘛 你们这些人虽然都是团派 但是习近平就弃之不用 韩正之属于用 韩正不能够算是团派 虽然他担任过上海团市委书记 韩正算是上海帮 是江泽民、郑气宏跟习近平彼此之间有政治交易的 王滬宁、韩正留任 你习近平才能谋求你第三次连任 这是大家的政治交易 习近平要兑现的 至于胡锦涛 胡锦涛已经不在他眼里面 不需要给你兑现什么 胡锦涛就边缘化 到政线里面去做冷板凳 能不能当到副主席? 现在还不一定 这是指韩正上尉 那么林郑出局又是怎么回事呢? 也就是林郑呢 在这一次中共公布的政权委员的名单里面 港澳委员里面没有林郑的名字 也就是林郑呢 就被卸捕杀驴了 这是林郑自找的 在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之后 林郑本来是完全可以站在香港人民民众的基础上 能够帮助香港民众向中央索要他们的权利 维护香港的一国两制的 但是林郑作为党国培养的一只恶犬 她完全是反过来去撕咬香港民众 在镇压香港反送中运动中 林郑扮演了非常可耻的角色 党国是不断地给林郑施压 林郑也就是帮助党国把这个恶犬把它当下去 那么当下去这个恶犬本来党国应该论功行赏 也就是一任党首最终在他们卸任党首时候 都出任了国家的政协副主席就是给个副国级嘛 按道理林郑比前几任这个港首为党国立的功大得多啊 因为什么董建华也好梁振英也好 他们没有经历过香港这么大的一个反抗运动啊 只有林郑在任时候才出现了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 那么林郑帮助党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怎么样要给个政协副主席啊 但是党国不是这样想的 你林郑就是一条狗用完了就谢我杀驴了 凭什么给你林郑弄个政协副主席啊 所以港澳委员公布你一看董建华呢是出局 那是因为董建华在他自己卸任港首以后 一直担任着全国政协副主席 这是本来中共跟香港以及在中英谈判时候 就明确说过港首退任以后将会出任国家领导人 担任政协副主席过去就有这种政治规矩 因此呢当时对董建华呢就有这么一个兑现 那么董建华一直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 现在董建华呢年事已高已经85岁以上了 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身体条件 还能继续支撑他再做一届政协副主席 大家都看到在上一次政协会议上面 董建华是一个猎枪就跌倒差一点没爬得起来 那么董建华出局问题是梁振英留任了 梁振英也是前任港首 他本人一直是支持中共镇压的政策 所以中共在离任港首里面安排一个政协副主席就行了 安排梁振英就行了不需要你林郑月娥 所以说林郑月娥最终的就被扫地出门了 而这一次赶劳安排的所有人大政协的这些委员啊 大部分嘛大部分都是拥护中央维护中共专制的 香港红顶商人的二代三代 最典型的是澳门赌王的女儿何超雄嘛 何超雄现在就成了二代三代的 所有港澳的这些拥护中共委员里面的代表人物 那么中共是需要这些人来捧场的 至于普通反抗的百姓 那些对中共有不满意见的 所有那些保护香港一国两制 保护香港人民利益的这些为民请愿的这些代表们 全给中共扫地出门了 中共要留的就是像梁振英这样的哈巴狗 中共要牺牲的就像林郑月娥这种 虽然把轿子也抬好了喇叭也吹过了 也为中国当好鹰犬当好爪牙了 但是党国是一定要卸磨杀驴的 党国从来对这些立过功的人历来都是什么? 历来都是想用就用想气就气 林郑月娥她就免不了要被党国抛弃的这种命运 这是她活该 而台湾呢民进党做了新的选举 民进党的参选人赖清德呢 接任了这个民进党主席的职务 赖清德在当选民进党主席之后 他发表的这个演讲明确就说 台湾不需要再次宣布独立 因为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嘛 赖清德讲的这个话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 因为台湾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所有的元素都已经具备了 台湾有自己的军队 有自己的国防 有自己的外交 有自己的货币 有自己跟全球自由交往的贸易和经济 台湾作为一个国家主体 他什么都不缺 有两千三百万爱好民主的人民 台湾有什么必要再去宣布一个他们去独立呢? 他们本身就是独立的国家嘛 作为赖清德在自己当选民进党主席之后 他明确表达他将会开展务实外交 这种务实外交实际上就是保持台湾的民主地位 扩大跟美国和西方的交往 在国际社会不断的提升台湾的地位 保住以台积电为首的 这个完全可以困死中共的这个核心武器 也就是芯片产业 中共没有 中共一片芯片也没有 而台湾的台积电的芯片是全球数一数二 是全球领先 台湾只要保持这个优势 那么欧美国家就一定跟台湾从芯片这个角度 就会结成什么?大致联盟 这个价值联盟实际上就是大家 在我们的联盟内大家共享这个芯片的优势 而对中共呢是困守他们 就不会给中共随便拿到一片高阶段的芯片 中共没有高阶段的芯片 中共什么国防啊科技啊 在国家里面开展的各种镇压维稳的武器啊 都用不上 最终当中共芯片改朝换队 始终当不到这个芯片的要求的时候 中共很多设备就用不了了 也就是中共让它死了算了 因此来讲的话 台湾现在坚持着耐清的这个务实外交 就是弘扬自己台湾台积电芯片这个战略武器 同时库大哥欧美的交往 提升台湾的地位 在国际上争取台湾的话语权 同时跟世界上各个国家广泛的开展贸易 这样的话就是台湾完全立于什么? 立于不败之地 你中共的武统你统统看啊 因为台湾实际上就要保持现状就行了 目前来讲美国也好 台湾也好 全世界各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也好 只要是中共不武统 只要是台海保持现状 大家对中国也就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意见 如果你中国你一定要改变台湾现状 你一定要对台湾武统 你擅自出兵 那百分之百要解决你中共 怎么解决? 俄乌战争就是现成的例子 全世界怎么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 全世界就会怎么去支持台湾 来对抗你中国 也就是你中共如果武统台湾 你还不一定有普京 在乌克兰得到的实惠多 很可能是什么? 很可能是普京打 乌克兰打了一年没打下来 而你中共你一旦武力犯台 你可能一个月两个月 你共产党就报废了 你到哪里去把人家台湾能够武装占领呢? 你觉得你中共现在有武装占领台湾的本钱吗? 而中共自己现在是自顾不暇 我讲了台湾是不独立 是台湾实际上是现成的独立 而中共现在各省都不稳 也就是不是台湾要独立 说不定中国这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各个要独立 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 你看啊刘鹤这两天去参加国际这个论坛 就是达沃斯国际论坛 在国际论坛上刘鹤他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有人说中国要搞计划经济 这是不可能的 什么叫有人说这个有人是谁啊? 这个有人不就是习近平吗? 是习近平想搞计划经济吗? 就是非常滑稽啊 中国已经改革开放搞了四十年 现在居然要国家的领导人向全世界去保证 我们中国现在不会去搞计划经济 四十年的市场经济四十年的改革开放都搞过了 现在还谈什么我们不会搞市场经济 这不是很荒唐的事吗? 走什么样的经济道路不是凭你刘鹤嘴巴上讲的 是看你怎么做的? 习近平现在做的所有事不都是往计划经济靠拢了吗? 什么供销社了什么国企央企去兼并私有企业了 即使是大的私企仍然存在 我人家企业里面派出什么党委书记 这不是计划经济是什么啊? 现在阿里巴巴也好腾讯也好都派出了党委书记 都设立了大大小小的党支部 用党来管理一切 那么这个企业还存在什么市场经济呢? 也就你干什么都要服从党的啊? 党不愿意你这么去做你就不可以这么做 最终私营经济就被你这种派出党组织的管理办法 就把私营经济就跟当年五十年代公司合营一样 最终就全给你共产党收编了啊? 这不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吗? 所以说中国哪有什么市场经济呢? 那么没有市场经济各个省是不是在中央的号令下 仍然能够保持自己的经济繁荣呢? 现在各个省都是入不敷出啊 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了啊 每个省每个地方政府的债务都是堆积如山 也就是那么大量的地方债务 他们还不了啊 还不了现在大家都跟中央要钱 就是你中央要救嘛 我们每年给你上交那么多中央的税收啊 但是中央怎么说? 中央的财政部长刘坤说 地方债务中央不会理的 你们各家的孩子各家自己报 也就是中央不管地方财政 那么中央不管地方财政 地方哪有什么能力来解决自己的财政负担呢? 本来地方就没有太多的钱 有这么一点点钱还要向你中央交税 把你中央的税交完了以后 地方就根本没有钱来保证自己的运行了 过去地方政府因为有国地税分开 地税这一块属于地方政府 也就是靠房地产靠卖地 地方政府都有很多钱 但是你习近平上台以后把国地税和柄了 也就是大家没有自己来钱的渠道了 而现在你中央又不管我们 你中国是什么体制啊? 你中国是中共自从建政以来 实行的就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模式 从中央到地方上制政治局 下制这个农村的村委会 全部是共产党高度集权嘛 这些集权都是党国靠它几个工具 就是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钱袋子 全部被中央严控中央掌握的这些工具 问题是所有的这些工具 它都有一个基础 就是你枪杆子也好 你笔杆子也好 你刀把子也好 都需要钱袋子来支撑 如果没有钱了 你枪就打不响了 刀就砍不下去了 笔也写不了了 地方如果没有钱 你让地方政府怎么去维稳 中央它动不动强调它的集权 中央的集权是除了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 它的高度的集权管理之外 它对地方政府的管辖和统领主要表现在什么 表现在中央对地方既有市权又有裁权 什么叫裁权和市权呢? 裁权主要是从你们各个地方收税 你们所有人都要向中央交纳税收 然后中央再分配一部分经费到你们地方去 这叫什么?这叫裁权 那么市权什么?市权是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 由中央来任命 中央掌握着各个地方政府 所有封疆大力、党政大院 你们个人的人事任免权 所以中央掌控地方主要是市权和裁权 既在财务上面可以分配一部分资金到你们地方政府 那么你要拿到了中央的钱 你们显然就要把中央干活 第二个是对你们的人事大权在中央控制 中央任命谁来做省委书记 谁来做省长那肯定要听命中央的 所以中央是靠市权、裁权来控制整个地方的 这是千百年来所有的中央集权政府 都是靠这个方式来维护中央集权的 而这种中央集权的所谓市权和裁权 实际上就像是一块硬币的正反两面 你有多大的裁权你就有多大的市权嘛 当你有钱能够控制地方的时候 当所有钱袋子在你中央分配的时候 地方政府靠你中央给钱来支撑地方政府庞大的开支的时候 那你这时候任命谁当省委书记 谁当省长 你中央想怎么安排你怎么安排 你说了算 当你如果是根本没有财政支付 也就是地方政府根本没有钱的时候 中央不拿钱来管地方政府债务的时候 地方政府你安排谁来当省委书记 他讲话也不灵啊 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央曾经就给地方政府松绑 让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财务自主权 朱镕基时期就搞了国地税分离 用国地税分家的方式呢 让地方政府掌握地税这一块 地税呢就是把各地的土地 你卖了土地的钱归你地方政府 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有二十多年的房地产大跃进 这主要就是各地地方政府都非常有积极性啊 卖了地这个钱就归我们地方政府 我们吃喝嫖土都靠我们土地上挣来的钱 那么当然就促进了房地产的大开发了 二十年的好日子过去了 为什么习近平接任了 习近平上任以后 马上就开始把国地税重新合并了 把中央给地方政府本来可以创收的一点点 财务自由的权力给你收回来了 收回来以后地方政府就没有钱了 没钱怎么办 没钱地方政府就成头债啊 就是地方政府靠借债来开始运转地方政府 因此地方成头债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所谓成头债实际上就是地方政府 把银行储蓄债务化 让大量的银行来借钱给政府 用城市投资的方式来借到这些钱 每年吃喝嫖土要用掉多少钱啊 加上那么大量的维稳资金 地方每一年的维稳任务都很重 这大把的银子都要花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地方在这个成头在一年年的累积 累积的越来越高的时候 中央现在来不救了 那么中央如果不救的话 地方解决不了他们这个地方债务 地方只能是限制公务员的薪水啦 下降所有政府机关的这个开支啦 维稳就没有钱啦 这一下子地方政府还怎么听你中南海的啊 也就是说正令不出中南海是必然的 没钱的地方政府轻的是躺平 重的什么重的是台湾不独立 我们要独立啊 大清崩溃之前地方政府不是有各个地方都宣布自立 然后宣布什么东南互保嘛 所以说中共垮台安全有可能 从各省地方自立 最终是地方东南互保 大家不立立中央 我们互相保卫我们自己 我们互相把我们所能挣到的财政 给我们自己用 我们不给中央交钱了 中央如果不立地方债务 无力救济地方债务 地方当然也就无力继续上公税收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互相催化的恶性循环 过去中共是财大其出 不断地拿捏着财政大权 想给哪个省多一点就给多一点 想给哪个省少一点就少一点 想给哪个省多交一点就多交一点 想给哪个省少交一点就少交一点 也就是中央有钱的时候 那么中央就是油奶就是粮 大家都要供着你这个中央 现在你中央没钱了 大家就不在乎你这个没奶水的老娘了 也就是你中央爱怎么地怎么地吧 各地政府现在都躺平 大家没能力继续维稳了 所以没能力维稳情况下 公务员薪水下降的情况下 各地大量的政府机构 尤其是体制内都发不出钱的情况下 那么所有维护共产党这个强大机器的专政力量就躺平了 当他们都躺平之后 你觉得习近平还能号令谁来保卫他的政权呢 到了最后就是各地政府都喊着中央给钱嘛 而习近平没钱了 那么没钱的结果也就是大家都没有办法再听从你中央的号令了 当习近平的号令没有办法传出中南海根本就无力指挥全国的时候 那么全国就会狼烟四起 白质革命就会卷土重来 这一次的白质革命再来 一定要达到他们当时的诉求 就是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了 而地方政府非常拥护习近平下台这么一招 共产党下不下台他们不敢讲 但是习近平下台他们心里面肯定下 那么最终当习近平下台的时候一定是带着共产党一道下台 你觉得习近平会让他自己死而让共产党活的吗 他一定是把共产党折腾完了以后 他跟共产党一起去火葬场啊 所以这一点不远的将来我们就看得见 好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